政府也接受宪法委员会的多数建议 赋予总统顾问理事会更大权限和职责 政府同意把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成员 从6人增加到8人 有总统和总理各委任多一名成员 宪法委员会建议 总统必须就所有同动用国家储备金 和委任公职的相关事务 征情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意见 政府接受这个建议 同时政府也同意 如果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 在动用国家储备金和委任公职相关课题上 意见相做 总统打算行使否决权 但理事会不同意 国会有权推翻总统的决定 为了加强理事会在做决定时的透明度 委员会也建议 在针对总统行否决权的投票时 向总统公开每名理事会成员的投票时 但政府认为这会让理事会面对政治化的风险 因此决定保留现有的做法 也就是只公布最终票数 政府也同意委员会的建议 当总统针对国会拨款法案行使否决权时 理事会的建议应当同时传递给总理和国会 但假设是针对财政事务或主要任命 则不用这么做 因为这可能会泄露一些机密或敏感的讯息 如政府的投资策略 但理事会应该告诉总理他们的建议 政府也同意 总统若选择否决拨款法案 就必须在线报上刊登他的看法 其他事务则无需这么做 政府也同意 总统在决定是否要同意政府的一些建议时 能有更长的考虑时间 从原本的30天增加到6个星期 但一些有时效性的课题如拨款法案则不在其中 同时针对一些紧急个案 总统有15天来做决定